我今天吃了两杯咖啡 我吃了一个香脸纸 然后还吃了两个老薄饼 所以我知道了 什么有保护感的 就是咖啡喝得回去了 这是我卡丁车的手套 是对风用挺好的 姐姐去吃晚餐 我的晚餐就是健身 这样才能追得上 跑步真的真的很重要 应该是可以练到费国梁跟体力 尤其是我们跑巡演 我们还要唱跳 然后还要连唱十多首歌曲 这个费国梁真的很重要 对于歌手来说费国梁是最基本的 我想设定一下 让他们看 是我的观众 要我吗 好 隔一个半月 回到我们渔月健身馆 我们渔月健身馆 歪 我就不想見學了 那肚子太厉害了 好久的 但是 我一直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我沒有第一次 還有點嗎 單ười的雙魚 我沒有穿在我 我沒有 誰能慢慢看 你不是 你一直有點 再人就來 她說 還有人頭 好忙喔 我覺得我剛到的那一天 第一天的時候真的是 完全腦筋正過 就是休息間很長 而且不能熬夜 不能要注意身體 有時間還是要找誰去運動 然後讓自己流汗排汗 一定要讓自己排汗 所以今天 我又再一次一個人健身 姐姐去哪兒呢 我知道 好的 現在要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在健身面前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暖身 就是一個拉伸的動作 為什麼要拉開呢 是因為很不小心做一些伸展的動作 你沒暖身好 很容易就拉伸 我之前小時候 就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就拉伸了 到現在還沒好 就左邊的內側就是快拉伸 十多年了 當初是在紐約訓練的時候 拉伸 然後本來有去修復的 但是好像要持續每周去期 然後工作的關係 沒辦法做到每周去期 所以呢 不能再讓自己受傷了 說到拉伸呢 還有一個動作我覺得大家是最殘忌的 就是女生這邊的一個斜方肌 就是最好看的肩是一次剪 然後就脖子是天鵝緊的 當初理療師跟我建議過 就是睡覺的時候不要用枕頭 不然如果時間累積的話 那怕你就會變這樣子 就是有點壓國的感覺 所以呢 最好的 最快又有效的 其實有點不太舒服 沒有枕頭其實會睡得不太安穩 因為多年以來大家都用枕頭睡覺對吧 但是沒有人家說 可能感覺好像怪怪的 就是好像少了一點什麼 走吧 8分鐘 8分鐘 總共跑了 27分鐘 所以這次快跑了 20分鐘 慢走了8分鐘 算我進步 左邊22分鐘 今天21分鐘 5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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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就等着训练的时候看谁最传了 加油 训练结束 拜拜